好 一早我们也插播最新的国际焦点要提供给您 七大工业国集团G7外长会议 周日晚间在日本长野县清景则开幕 工作餐会讨论议题涵盖北韩跟中国大陆在内的印太地区局势 还包含我们台湾 日本外相林芳正举办的工作餐会 让包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G7各国外长 能边用晚餐边讨论 G7外长的会议中除了谴责北韩频频试射飞弹 各国外长也讨论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演习 他们一致同意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形状 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